大家好,我是小颖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在看视频之前,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 王大妈今年83岁了,最近夜里总是企业,特别让她头疼。 夜里企业次数达到了10次,一年下来特别地影响睡眠质量。 特别现在冬天到了,天气比较冷了,这个情况更加地严重了。 正巧,当年的一位老同学是位老中医,去老中医那里取到了一道方子。 王大妈用了一段时间之后,企业的问题解决了,一定要睡到天亮,再也不起夜了。 今天小颖把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,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看一下。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把黑豆。 黑豆是一种营养比较丰富的豆类。 黑色入肾经,所以黑豆是可以补肾的。 黑豆属水,水是需要通过肾脏来进行代谢的。 所以肾虚的人吃黑豆,可以达到解毒利尿,除热去风的效果,能够有效地缓解肾虚的症状,从而达到补肾的效果。 尤其对于肾起亏虚寿,导致的面色苍白,腰膝酸软,气短滋汗,炫带无力,又很好的调节效果。 黑豆中的黑豆皮提取物,可以促进铁元素的吸收,改善造血的功能。 能够很好的预防缺血性贫血。 此外,黑豆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,能够降低人体胆固醇的含量,预防血脂升高。 延缓动脉周样硬化的发展,降低患性脑血管疾病的几率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把莲子。 莲子有很好的固肾色经的作用,对肾虚的病人能够起到不易的作用。 而且,莲子具有补脾气、补心气的功效。 如果是心脾凉须导致的肾虚病症,我们可以选择莲子入药治疗比较好的。 莲子中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,更可以作为保健食材的养生食品,同时还具有特别好的安神功效。 所以,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莲子的,又营养又美味又好吃,香甜又软糯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片干山药。 山药需要选择怀山药,营养更多一些的山药可以健脾异味助消化。 因为它含有淀粉酶、多酚氧化酶等物质。 山药性质比较平和,属于药食量用的。 无论是脾羊虚还是胃阴虚都可以吃一些山药。 山药能够滋肾易经。 山药含有多种的营养素,能够滋肾易经,强健气体,肾虚易经。 妇女白带增多了,小便次数比较多,都可以吃山药,能够有很好的缓解作用的。 山药可以易肺止咳。 山药含有灶带粘制液,有润滑滋润的作用,并且可以治疗久虚久咳的症状。 因为山药里面含有粘液蛋白,这种成分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。 所以,糖尿病患者可以多吃山药,是糖尿病患者特别好的,食疗非常棒的一种佳品。 山药的功效比较强大,比较广泛,最主要的作用是能够补肾故肾,而且能够帮助肾脏排出多年的肾毒,提高肾脏的代谢能力,恢复肾功能。 黑豆,莲子,山药比较坚硬,我们洗过之后再泡一会儿,这样就比较好煮熟了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,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那么就伸出你的发财小手帮我点个赞呗。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,都是对我前进最大的动力,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,感谢您。 再准备一把黑芝麻。 黑芝麻是黑色的,也是可以补肾的。 黑芝麻中的维生素液含量比较丰富,可以延缓衰老,有润五脏,强筋骨,易立气的作用。 黑芝麻作为食疗佳品,有益肾补肝,养血造肺,乌发美容的作用,是极佳的保健美容食品。 黑芝麻可用于治疗肝肾经血不足,所致的头晕,须发藻白,腰细酸软,四肢无力,大便干燥症状。 经常吃黑芝麻可以补肾。 黑色的入肾,肾竹骨,生髓通于脑。 由于各种辐射危害,特别地影响人体大脑的骨髓,使人体免疫力受损。 多吃不慎的食物,可以增强低体细胞的免疫力。 临床上可以通过每天吃一些黑芝麻,对肾经起到特别好的滋补作用,包括改善人体肾亏所出现的症状。 像患者出现了头晕,头发藻白,以及浑身乏力,腰细酸软。 尤其是男性朋友们,性功能下降的特别明显,都可以多吃一些黑芝麻进行调理的。 黑芝麻洗净后放一旁备用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把枸杞。 枸杞可以滋补肝肾,是一种比较好的平民滋补家品,相对药味比较平和,主要有肺、肝、肾经,又很好的滋阴补肾、润肺的作用。 枸杞有增强特性免疫的作用。 因为枸杞中含有枸杞多糖,可以提高菌食细胞的吞食能力,能够增加抗体的细胞数量,对肿瘤细胞的活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。 经常吃枸杞可以获得良好的保健效果。 如果是平时用眼睛比较多,眼睛干涩,眼睛充血,可以吃一些枸杞,或者喝一些枸杞泡水,都有比较好的环节作用的。 枸杞洗好后放一旁备用,再准备几颗红枣。 红枣具有很好的补气作用,美容养颜,并且可以滋补肝肾。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,每天吃一些红枣,对我们的皮肤,气色,肾脏,都具有比较好的调理作用。 下面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食材倒入锅里面,加入清水。 中小火焖煮30分钟。 煮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了,不需要放糖。 红枣自有甜味,喝起来微微的甜比较好喝。 黑豆,莲子,山药,黑芝麻,枸杞,红枣搭配到一起,有比较好的固肾色精。 能够很好的环节肾气不足,导致的尿瓶,叶尿增多,小便次数多。 中医常讲,药补不如食补。 日常生活中,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补肾的食物,能够帮助我们固肾色精,延缓衰老,保护肾功能,让你的肾脏更加的年轻。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做一下,经常的吃一吃喝一喝,能够使我们身体强壮,越活越年轻,越活越有精神的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感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小影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